万籁俱进的夜空中 突然电闪雷鸣 雷电落在城市的街道上 肆意妄为 街上的汽车和行人看到这一幕 瞬间乱作一团 仿佛世界末日即将来临 就在此时 奇怪的一幕发生了 只见街道上被雷电包裹的光球 逐渐褪去光芒 一个冷艳的女人 赫然出现在眼前 她是谁 是科幻电影中的超人 还是造访地球的外星人 正当人们为此感到疑惑之时 几个不要命的小混混 被女人的容貌所吸引 走上前去 打算轻薄一番 但女人不为所动 领头的混混 见此情形一把抓住她的头发 女人瞬间挣脱 混混像是发现了不对劲 缓缓摊开掌心 只见她的手掌 已被锋利的发丝割成稀碎 这个女人到底是谁 为何会有如此强大的战斗力 时间倒转到一年前 今天是男主小帅的20岁生日 由于她天生胆小不善言辞 以至于到了生日这天 也没个朋友为她送上祝福 孤单的小帅 只能一个人到商场挑选礼物 也就在这里 她遇见了一件清新的女主小美 小美身材火辣长相甜美 看得小帅那是两眼放光 只不过奇怪的是 她为什么要到商场偷衣服 还莫名其妙地跟着她来到餐厅 没等小帅开口 小美便自顾自地点了一桌的美食 一顿饱餐之后 小美向小帅解释说 今天也是她的生日 说完还主动抢着买单 这等好事 小帅没有理由拒绝 可让她没想到的是 女人所说的买单 竟然是让人吊渣的逃单 两人手拉着手 一路跑到了天台上 像是一对私奔的小情侣 在这里 小美向小帅说了很多莫名其妙的话 告别时 她还告诉小帅 自己来自一百年后的未来 小帅只是笑了笑 就当是一句玩笑话 转眼一年过去 小帅21岁生日这天 天空突然电闪雷鸣 小美带着光从天而降 她再次来到百货商场 喜欢什么拿什么 当务之急 是把自己一身怪异的行头换掉 工作人员刚想阻止 就被小美啪叉一声电晕 选好衣服后 她又来到蛋糕店 大摇大摆地顺走一个蛋糕 花钱 那是对有钱人说的 反正她是不可能的 就这样 小美再次出现在小帅的面前 虽然她和去年长得一模一样 但看起来 行为举止明显有些机械化 小帅并未多想 毅然开心地接受小美的祝福 谁知下一秒 子弹突然袭来 小美立即将她的头按下 躲过一劫 此时一个手持冲锋枪的大叔 正朝人群疯狂扫射 并朝火把喷洒汽油 准备将在场制人全部烧死 见此情形 小美十分生气 只见她一个乾坤大挪移 瞬间揪住大叔的领口 一把夺下冲锋枪直接砸碎 而后将汽油全部灌入大叔口中 将其直接扔飞 如此凶残的手段 看得男孩呆若目击 他是谁 怎么会有如此可怕的超能力 随后小美跟着小帅回家 透过双眼 她向小帅展现出一段影像 画面中出现一个全身瘫痪的老人 老人自称自己是65年后的小帅 就在刚刚的那场恐怖袭击中受伤 导致头部以下瘫痪 幸运的是 早前她买的彩票中了大奖 于是便利用这笔钱 制造出机器人小美 然后让她穿越回来 守护在年轻小帅的身边 阻止所有灾难的发生 老人还告诉小帅 现在的小美 就像一个没有灵魂的洋娃了 通过不断地与人接触和学习 她会形成独立的自我意识 就像一个正常的人类一样 得知真相的小帅无比震惊 不过转念一想 自己母胎单身这么多年 能有个这么逼真的机器人女友 或许也不错 不过在这之前 小帅问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那就是小美 能否像正常女孩一样打扑克 结果换来小美一阵惦记伺候 第二天一早 小帅从睡梦中醒来 发现小美早就为她做好早餐 单身那么久 第一次有女孩给她做饭 小帅感动得无以言表 立马大口躲一起来 哪知对方 竟然把她养的宠物蜥蜴给炖了 气得小帅一头栽倒在地 随后 两人正式开始同居生活 这天小帅上学快要迟到 小美一把将她扛了起来 非一般地冲到学校 总算没耽误学习 午饭时间 小帅带她去学校食堂吃饭 如此养眼的美女 立即引来男同学太监的注意 一个劲的上前套近乎 却被小美一把推开 不甘心的太监 又组织大家一起喝酒 结果一杯啤酒下肚 小美突然机械短路 不但手舞足蹈 还到处乱放电 时不时还来个365度 无死角大旋转 在场之人瞬间傻眼 还以为出现了幻觉 意识到情况不妙 小帅赶紧将她带回家 接下来的日子里 小美一直陪伴在小帅身边 上课时 小美在边上等她 打工时 小美还在边上等她 在不断地与人相处中 小美渐渐诞生出一丝人性 她会用自己的超能力 救出即将发生车祸的小男孩 还会冲进火海 解救被困儿童 可即便如此 小帅依然没有放弃 和机器人打扑克的念头 看她如此漂亮 总是忍不住想占便宜 可每次都被小美发现 少不了挨一顿暴揍 虽然两人有打有闹 可小帅发现 自己是真的喜欢上了 这个机器人 甚至将她当成普通女孩看待 买来香水当作礼物送给她 不明所以的小美 直接将香水当成饮料 一股脑子全喝进了肚子里 两个月后的一天 小美带着小帅 穿越到了她的小时候 待她看望了 被地震摧毁前的家乡 还有儿时的自己 这件事让小帅大为感动 对小美的喜爱 也越来越深刻 在她面前 小美不再是冰冷的机器人 而是有血有肉 富有真挚情感的女友 不久之后 学校发生暴乱 一歹徒劫持了一名女学生 尽管警方第一时间赶到 但歹徒狡猾异常 将人质挡在胸前 警察根本无从下手 关键时刻 小美以一秒百米的速度 冲到楼上 直接将歹徒 从窗户扔了下来 在现场跟拍的记者 被吓懵了 简直惊为天人 得知此事的小帅 既感动又担忧 她再也抑制不住 心中的情感 终于在一个夜晚 吻了小美 可当她满怀心醒 询问对方有什么感觉时 小美却一脸淡然 表示自己傻感觉也没有 小帅第一次感到伤心 她明知道小美是个机器人 可就是控制不住 对她的喜欢 她希望小美 能够变成真正的人类 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 为此 小帅故意来到夜店 当着小美的面和其他女生 打情骂俏 想以此激起她的嫉妒 可小美却什么表情也没有 只知道自己的任务 是保护小帅 当她看到小帅偷亲女孩 被对方打了之后 立马上前将女孩扔飞 小帅兴奋极了 还以为小美是出于嫉妒 可小美却一脸茫然 根本不明白嫉妒是什么意思 感情受挫的小帅瞬间暴怒 大骂小美是个 只知道吃的野蛮人 嘶吼着让她滚蛋 似乎忘记了 她其实是个冰冷的机器人 没想到这件事过后 小美真的人间蒸发了 小帅因此变得郁郁寡欢 做什么事都提不起劲 本以为要一直这样颓废下去 直到有一天日本突发地震 整座城市地洞山摇 小帅的屋子瞬间裂开一个大缝 危急时刻 小美及时赶到 替小帅挡下致命一击 可俩人还没来得及叙久 房屋再次发生坍塌 小美赶紧拉着小帅疯狂逃命 但此时 整个城市已经天崩地裂 到处都在发生坍塌 一路上 小美都在用身体护着小帅 拼命向前奔跑 却没想到 迎面袭来一辆大卡车 小美躲闪不及 只能一把将小帅推开 而她自己 则被卡车撞进了废墟之中 好在这次有惊无险 小美安然无恙地走了出来 就在这时 大楼再次发生坍塌 巨大的墙面脱落而下 小美来不及多想 猛地将小帅推开 而她自己 彻底埋葬在废墟之中 此时 路面在地震的影响下 裂开一个深不见底的口子 小帅无路可逃 眼看就要被裂缝吞没 损伤严重的小美 仿佛听到了她的呼救声 用尽全力挣脱束缚 即便身躯断成两截也在所不惜 此时的她不是人类 却更胜人类 小美努力地爬到小帅面前 在冰死的最后时刻 将她拽了上来 看着仅剩半截身躯的小美 小帅心如刀脚 抱着她痛哭流涕 此刻的小美 终于体会到人类之间的情感 微笑着鼓励对方 离开这里活下去 但小帅不忍离开 小美索性再次将她推出 而她自己 则被倒塌的大楼彻底掩埋 地震一直持续到当天夜里 或许是感受到人类的悲惨遭遇 天空中下起了磅礼 小帅跌跌撞撞地回到事发地 努力地想要将小美挖出来 可惜此时的小美 已经变得四分五裂 再也回不到从前了 小帅没有放弃 她将散落一地的碎片 一片一片地挖出来 然后再花61年时间 将小美完全复原 小美没有变 但此时的小帅 却已是暮年 小美为她过了人生中最后一个生日 小帅便去世了 公元2133年 机器人小美被拍卖 一个跟她长得一模一样的女孩 被机器人所吸引 花高价将小美买了下来 并将小美与小帅的记忆 传输到自己的脑中 二人惊天动地的爱情 深深打动了她 女孩通过时光机 回到小帅20岁生日那天 也就是小帅第一次遇到小美的时候 那时候的小帅 并不知道眼前的小美 是来自100年后真正的人类 天台上 她对小帅说的话 其实是小帅赶走机器人小美时所说的 为了让这份爱情得以延续 回去之后 女孩再次乘坐时光机 来到地震结束的那一刻 以机器人小美的身份 陪在小帅的身边 幸福地生活了一辈子 电影《我的机器人女友》 到这里便结束了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